原标题 流亡海外57年 这位王子中反故土 因索要据额赔偿成过街数1861年 萨沃伊家族统一的意大利 埃玛努埃尔二世成为意大利王国首任国王 然而 在上个世纪初期 埃玛努埃尔三世和法西斯独裁者莫索里尼河泻遗弃 大肆迫害罗泰人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将国家险些脱入灭亡深渊 二战结束后 埃玛努埃尔三世自知罪的难受 主动把王位交给了儿子翁魏托二世 企图以此来挽救名声恶劣的王族 1946年 愤怒的意大利人废除了君主政器 成立了共和国 温贝托二世的统治只维持了27天 带着九岁儿子 维托里要狼狈逃离意大利 之后一直定居在葡萄牙 由于担心王室搞复辟 意大利宪法将萨沃伊家族所有南丁驱逐出境 并禁止男性后裔永远不得返回意大利 虽然过着流氓生活 但维托里要王子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成人后通过经商发了财 取瑞士富商女儿为妻 并在日内瓦购买豪华湖边别墅 1972年有了他们的儿子菲利被托 在意大利人眼底 维托里要是个高傲自大的家伙 他一直拒绝承认家族曾犯过的错误 也不承认共和国权力至高无上 而且行为举止放弹不激 1978年在地中海游玩时 他与一个德国年轻人发生争执 随后拔枪打死宗明青年 官司打了十几年才被宣判奴罪 这一事件使他名誉降到最低点 步入老年 唯托里道对故乡思念知情家住 于是在法国柯西加岛买了一座别墅 从那里用望远镜瞭望意大利 然而若想解除家在王室难以身上的禁令 维托里道必须代表王室 向意大利承认过去的错误 于是维托里道在报纸上表态 法西斯的种族法律 在萨沃伊王朝的历史上 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污点 他还四处呼吁 声称自己虽然享有在欧盟各国自由往来的权利 但却不能回自己的祖国 欧洲也会被这件事情打动的 2000年通过一项决议 认为意大利违反了欧洲公民自由往来的权利 要求意大利修宪议案 允许萨沃伊家族男性后裔重返意大利 为了促使意大利议会转变态度 维托里道又在日内瓦公开 表示要效忠意大利共和国籍总统 并且承诺远离政治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2002年意大利议会最终通过了修宪议案 允许维托里奥父子踏上意大利的土地 但此举也发了萨沃伊家族以老一少的愤恨 他们认为维托里奥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甚至提议取消他王室继承人的资格 在意大利国内不欢迎他的人也大有人在 一个组织试图收集五十万人的签名 以敦促政府阻止王室成员回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网站